嗨,大家好,我是歐吉桑 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 歐吉桑每天都会用中文 为在澳洲的华人朋友 播报澳洲的最新消息 根据澳洲最新的各州和各领地的 卫生厅资料显示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澳洲的确诊病例总数 即将突破1000万例 虽然新冠疫情 在今年的7月中已经达到高峰 但在之后的每天新冠确诊病例数 就一直在下降 目前的资料还显示 新南威尔斯的活药病例数最多 将近有8万个新冠确诊病例 再来是第二名的维多利亚的新冠病例数 中共有17,852例 紧接再后的是布里斯本 有15,677个新冠病例数 这份数据显示 Omicron的平均潜伏时间 比其他的变种还要短 提醒民众还是要多加小心留意 好 接下来 维多利亚政府为了减轻医疗系统 一直处在没有足够的医护工作人员 维多利亚即将推出一项新的 2.7亿澳元的新计划 维多利亚政府将会开始招募和培训 超过17,000名的护士和助产室 维多利亚州长表示 现在是成为一名护士的最好时机 因为这个新的计划可以让所有在2023年和2024年 注册学习护理或助产课程的学生 都可以获得奖学金来支付大学的学费 好 最后一则消息 西澳食品和农业部长表示 为了保护澳洲畜牧业动物的生育 他希望在未来的10年内 在该州的超市货架上 测下在笼子里养的鸡所生的鸡蛋 目前的农养鸡蛋占了西澳鸡蛋的生产量的36% 而6年前这个比例为58% 不过有业者表示 虽然鸡蛋生产商正在努力转型 但是大多数的农养鸡蛋繁殖厂 因为土地的限制 还有这种转换 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以及时间 所以不可能马上转型成 自由放养的繁殖系统 而且现在如果没有农子 就无法生产足够的鸡蛋 还要担心澳洲未来需要进口鸡蛋 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业者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贷款 或是资金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好 我是欧吉桑 今天的澳洲重点消息就播报到此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 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或是想要跟我讨论 欢迎你们留言 最重要 不要忘记订阅或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就 Caroline 小 DNS 红色 小声 小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